大家好,欢迎收看小语讲电影,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悬疑犯罪电影 七年前,福建西龙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命案,在别墅内一家五口同日惨死,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 然而过去多年,嫌疑人杨自道、新小枫、陈笔决三人却依然逍遥法外 陈笔决因当年的事情右眼瞎了,智力变成了傻子 他们都潜藏在厦门市,并抚养着从别墅带出去的婴儿尾巴 一切的瓶颈都在一个雨夜被打破 杨自道被三个乘客打劫时,遇到了去上任的警长伊古春 出于警察的敏锐,通过对杨自道的观察对他起了疑心 而新小枫知道这件事后,也出于谨慎,连夜搬出了警局宿舍 在行动中,新小枫的表现让伊古春对其越加器重 不安的他们商量辞职离开这座城市 他们却不知道,怪异的房东偷偷地记录着他们的一言一行 当写好辞呈准备提交时,恰逢有任务 任务中新小枫出现意外,被伊古春相救便没有辞职 在去帮尾巴拿金鱼的图中,他们聊到当年的灭门案 新小枫的反常令伊古春产生了怀疑 同时,杨自道因为一场见义勇为,与伊古春的妹妹相识 古夏对其暗生情愫,中了一刀的他不敢去医院 独自回到出租屋,简单包扎后便昏迷 幸亏新小枫及时将杨自道送去了医院 而不巧的是,他们遇到了伊古春 这更加深了对他们的怀疑 在一次抓赌时,为了给尾巴筹钱手术 他偷藏了赌资,被伊古春发现 伊古春意外地没有举报他,反而帮他还了钱 新小枫利用救过一次的同性恋设计师 减少伊古春对他们的怀疑 偷看了他哥资料的妹妹知道了真相 打算与杨自道私奔,被他哥发现后 对其跟踪找到了出租屋 并找到了房东对他俩平时的谈话的记录 于是新小枫和杨自道被抓住 并承认了罪行,他们被注射死亡 可是,伊古春意外抓到的一个犯人胖子 却是真正揭开了真相 原来灭门案其实是他做的 七年前他帮人收账叫了兄弟三人 新小枫遇对别墅中女画家实施强奸 外中女画家心脏病发死亡 为了怕人声张,胖子便杀了其他四个人 离开后几人发生争执 他们以为胖子死了,就将他丢在水库 胖子事后也怕灭门案事发 便一直没找三人,让他们替自己背黑锅 几个月后装傻的陈比诀 因为受不了对尾巴的思念和良心的谴责 也自杀了 最后一股春领养了尾巴 其实他是当年从别墅里带出来的婴儿 而最后新小枫俩人口供一致 承认是他们杀的别墅里的人 就是为了让真相烂在肚子里 保护尾巴和陈比诀 因为尾巴在一天天长大 只是包不住火的 他们想让自己最爱的尾巴知道 他们是让他一家惨死成为孤儿的凶手 他们想尾巴能有新的生活 过得轻松一点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